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护法 内生 普渡众生 正道 成佛 这些都成了你现在很大的压力 就像一块心病 知道吧 然后就是在医院方面 然后就是家人和我说 一提婚宴 然后相亲 我就是不能 然后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 我把谈成像 我那时候还没接受佛法 然后我就想 我就是不能谈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谈 然后就是你 然后就现的嘛 只要家人过一提就像 这种股力量很强大 然后就像我再说的话 我一头就撞死了那种感觉 那就是说 再说就刺激得我大 我都有点不太焦草的一样 你这个问的是在侯厨里面的修行 未来的修行历程 你怎么修 还是出家 还是在家 还是去哪个稻草 你是在安排你的这个修行的 其实真正的修行在你心中 真正的师父也在你心中 他出来没有与你背离过 没有远离过你 如果你是真正的一个师徒关系的话 如果你真正是学 真正在修正佛法 师父上师出来不会给你离开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然后我就是看到 我就是需要看一点 看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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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知道 我理解你 你安心吧 先喝茶 这个事情太长远了 我想想 你这个事情绝对后半生了 我都想想 行吗 我明天给你答复 你喝点水 休息一下 也是在开我做的书 然后他说 我看他提到过说 如果能想起自己的前世的话 能进行的话 从那个阶段开始的话 就可以有一个积蓄性 嗯 好想这么说的吗 没有上下文了 就直接就这么说的吗 哦 上下文 我看起的不是特别 但是这个我觉得 从我自己实修这一块 想起上一世就得有个相续性 我小时候就知道上一世 我也没觉得有个相续性 不是这样 嗯 也不是没帮助吧 你知道生生世世 你能够了解一些东西 我觉得最起码不会对这一世 太指正较真吧 你这一世的东西就会觉得 你要知道你经常 尤其是你不是说 偶然在某一个定住 看起来上一世 或者上这 是你经常能够回起 生生世世的东西的时候 你对这一世 就觉得只是个 这一世也是个片段 就是这一世 你就会裂解起来 裂解起来 你就不会觉得 只是活在这一辈子的人情世故里 就有些东西 比如你上一世的人事物 是不出现的嘛 是吧 他们是在另一个时刻 或者是在你的印象里边 信息里边 那么这种不出现 但是它这一世影响 你见为觉知到的 你是肉眼见为觉知到 那一世的 比如说有树鸣通 或者都可以看到 生生世世 就是对这一世 你会觉得 有时候上一世更重要 觉得 你不会觉得这一世的人情世故 更重要 它就不会较着 你觉得你像个过客似的 这种 你的感觉 就是 应该都不会太执着了 我觉得 但是它会执着某一世 比如说我们苏世修行过 比如某一世证过阿罗汉 或者某一世修过登地菩萨 或者某一世 是谁谁谁 还是历史上很有名气的某一个 比如说 有一个人说他是什么 唐太宗 有人说他是秦始皇 或者是举个例子 那他就很在乎那一世 因为这一世他不是了 他就老是把那一世拿出来夸 说我那一世是秦始皇 统一了两国的 这一世没人理他 就是他拿某一世来做血药 但是其实说某一世 有时候 因为你生活在那个环境 有时候对亲密的人 或者有时候说 你看你那上一世还是谁 你看你这一世的样子 开玩笑 有时候其实也不是说 看你 你要是真的拿出来自己虚荣心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血药 或者这个就不应该了 就是那你这一世 就会障碍你修道 反而是 就是你拿那上一世成了成了 就是你放不下 因为到最后 生生世世都是幻境 你佛 菩萨都得放下 你就算上一世是佛 你也都放下 你那个佛像也要放 你放不下 那你怎么正如空性呢 你有个佛的像嘛 有你上一世的个像嘛 所以都得放下 但是只是大家就像 看自己的一生 生生世世 就像看电视连续剧一样 它就是个连续剧 就跟你的空性是扯不上 比如现在你坐在这 是空性嘛 那生生世世 就在你前边过嘛 也嘛 这一世也是其中的一个片段嘛 如果你正果 你都知道自己会轮回多少世 来多少世 那是来了 那不是正果了嘛 那都是你来多少世嘛 那都几十世 每一世在哪个国家 能够 就像也联系续 都排好的 剧本都写好的 一个一个看呗 是吧 然后跟空性一点关系也没有 因为你是空性嘛 那发生的每一个像 每一世都不是你嘛 每一世都是一个像 也有男的 有女的 有老的 有时候 每一世都有每一世的故事 哪个是你 哪个也不是 哪个也是你 哪个也不是你 但是你要按这个空性 这儿去才知道 它就是发生在你 就是一个幻境 在时空里的幻境 因为你进入时空的话 但空性是没有时空的 空性这儿是没有时空的 但是 所以时间空间 再加上 生生世世的轮回 所有的东西都是 幻境啊 都是电影啊 随约是些 随约是些 就是这样 好 其实我只是想问 就是说 有些 假如说 比如说我 这次 没修行 然后 休息到一定的程度了 然后结果没修成 然后下面一头开 啥都忘了 然后又从零开始了 是的 基本上会这样子 可能比这次要差很远很远 是的 重新来过 是的 是的 很可能 完全有可能 因为法环境上 弥勒菩萨都忘了一旦 别说 我们弥勒菩萨 佛陀要讲法环境了 弥勒菩萨 这佛今天今天度地的放光 到底是为啥 为啥要放光 放的什么光啊 不是一切莫买泡影吗 是吧 文殊菩萨 你看你上辈子 咱俩还在那一起 经过法环境的吗 上辈子 你不叫穷明菩萨吗 为了名利 每天整天在名利庭里面 折折 当然没有情了 没说就名利嘛 就这样 你叫穷明菩萨吗 就是整天就 大观跪着 就是说这些 在一起玩嘛 所以 迷失在名利之中 然后呢 把这个七窍 六根堵了 这一世忘得一改而进 那有没有可能 一世了吗 记住别的了吗 记住这些 有没有可能 通过一些什么样的 突然想起来 他上一次的那些 继续修正啊 修正就又想起了 复习嘛 重新来过 从比如上次 假如十几台阶上的上了第三个了 对对很容易 你这一次修就很容易回到第三个台阶 上一次比如上了三个台阶 这一次你迅速的可以达到第三个 你前两个就不用摧毁之列就过去 你迅速的就震到第三个了 一复习你就很容易啊 但是你就 所以这就是你上一次假如修到三个台阶 那这一次你就从第三个开始 这就是根器 这就是说你你是你的根器是第三个台阶 它是第四个 它是第一个才开始 就是你比它早学了两个台阶 这就是说功器嘛 开始修它就不容易到 如果不修可能就不一致 不修一致就忘了 连那个初学也不如了 啥也不知道 所以有登地菩萨 还有就是移民到极乐世界嘛 移民到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就很容易修行嘛 第一次没有三恶道 不用担心死了 掉三恶道去 然后你念阿弥陀佛名号 移民到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你只要花看见佛嘛 只要你投胎 那你一出来梨花生化生嘛 出来以后 你就可以看见阿弥陀佛 观世菩萨这些大菩萨说法 你也不用怀疑他们开悟了没有 不用找老师找得那么辛苦 一睁眼就能看 知道吧 然后他们也 你肯定相信他们开悟了 因为你没有贪情吃慢饮 所以马上这个也就是 而且没人撒谎的那地方 所以没有老师说 他们也没开悟说是开悟了 是不是 所以你不用担心 老师也有 而且每天是快快乐乐成佛的 极乐世界 每天在祥寿之中成道的 所以这个比较有宝 就是说能有宝藏下一辈子 好像上了一个好大学 对对 是 太好了那个大学 是 调节太好吗 怎么样才能确定 就是确定 修学到一个头 确定自己有往生的把握呢 你会知道的 自然就会知道的 你有往生把握 你当然知道你有往生把握了 你要不知道 那肯定是没有嘛 应该修学 是吧 修学他到一定正量的 他会知道的 他就知道没问题 还有像众国也是 他自己自然而然就知道 他挺众国的 是的 冷暖自知嘛 游人饮水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